谁能比得过苹果啊 对不对 结果后来呢 中国大陆自己做智慧型手机啦 有华为啦 有小米啦 真的也都不差 积极的在追赶 那甚至呢 那我们现在看 结果华为小米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发展的是电动车 坐车去了 坐汽车 然后呢 来留自己的手机客户 哇 不得了 结果呢 苹果不是早就已经讲说 他们也要坐车 坐汽车吗 结果到后来是指温 楼梯响 不见车出来 连华尔街日报 一看小米发表新车 结果呢 好像就已经开始 忧心忡忡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昨天 就在节目里面讲到 小米发表的这个 第一款电动车 而且还是要走高端的路线 零加速到百公里 一小时只需要2.78秒 超过Tesla跟Porsche 最远续航可达800公里 人家华尔街日报的财经记者 怎么会没看到 看到了嘛 然后结果现在就担心了 那苹果怎么办呢 已经面对中国大陆这样强劲的对手 不要说是智慧型手机 还有连电动车都比不上 速度慢了 确实慢 但是小米的 苹果的速度慢 我觉得跟他们的政府有关 30年前 美国的政府出手 打压华为 华为被打得很惨 这个苹果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他转翻了 转翻了以后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的话 他没有必要增加更多的风险 因为他实在是稳赢的 稳赢的 所以我常常在这个节目中 用形象表面说 他们的这些优秀的工程师 设计师就在加州外海 去冲浪去了 去度假去了 因为钱太好赚了 没有对手了 没有对手 一些速度都慢了 可是当华为被打下来的时候 华为在求生存 它不但要在手机上求生存 它还要找别的路 它也不只是就在这个5G 在6G要找这个路 它还是要再找 新的发展的路 而且华为本身还 孤步移政 有时候说要发展这个电动车 有时候说华为绝对不发展电动车 不断的在孤步移政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稳步的在推 那么鸿蒙系统自己也推出来了 那各方面的 那个都齐全了 为什么不推了 这个时候当然就 一下子就出来了 一下子出来以后 就打得这个苹果招架不住 你看苹果在这次的智能手机 这次13 苹果就很惨了 已经出来的输得很惨 华为当然就很亮丽了 现在汽车又出来 我个人倒是觉得 汽车工业比较小看 它后面是上万个零件 这个零件有零件供应商 还有这个材料的供应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在电动车这个部分 美国跟欧洲日本加起来 可能都没有办法赢一个中国了 请教一下这个亮哥 所以一方面你怎么来看 现在目前小米推出新款车之外 苹果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 把他的车子公诸于世 因为说2010年代 就已经当时曾经有这样的计划 而且我记得还叫Titan 我不知道亮哥有没有这个印象 我刚刚没有人看好吧 没有人看好 你说现在苹果要出 也没有人看好吗 苹果电视你认为有很多人在用吗 苹果电视已经推很久了 4K画质 而且在台湾卖不到5000 世上也很少人在用 这个就牵涉到 你要知道 就是说如果它 我不管它是什么车 传统车你的技术 也比不过德国跟日本 电动车现在特斯拉 中国都起来了 你在那么多的竞争 大象都已经出现了 那请问你的特殊性在哪里 除了那个车身用钛合金之外 这没有意义 对不对 汽车的主要的本事又不是这个 不是啦 因为它手机钛合金 所以故意有人讲一个笑话说 不然你汽车是要用钛合金 就是找不出它的特色 那这样其实说真的也蛮合适的 因为它本来之前传的就是叫Titan 认为会很贵啦 会很贵 汽车的面积很大 好 就是不知道它的定位特殊是什么 现在传出来是2026要上市 有分析师是这样说 自动驾驶的车啦 对 那我就不知道它的特殊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是电动车 那你的续航力起跳是多少 对 那马力是多大啦等等 而且你的对手特斯拉已经在前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不会导致马斯克也决定 回来做手机这样 大家都来乱搞一通这样 不是真的就想说因为它有车 有车的话又可以更进步的留住 它的这个手机的客户 因为它可以完全把它 它大概是看中国这样的玩法 对 所以它会看到嘛 因为苹果对很了解中国市场啊 是啊 它就看到很多手机业者进入电动车业嘛 嗯 它心在痒啦 是啊 就是这样 车子被改变了 车子的概念被改变了 对啦 被中国到了改变 而且美国没有电动车 人工智能这样的环境 而且川普刚讲话 是 他在痛骂特斯拉 没错 对不对 对 我认为川普一上台 他讲这话又让我立刻联想到 他大概气候论坛要退出了 商学院毕业生的求职成功率 已经降到超过五年来最低了 这表明市场对于招聘 优质人才的需求正在放缓 像哈佛今年毕业的MBA 有73%的人在找工作 86%收到录取通知 还不如2022年的95% 甚至2021年的96%呢 那这代表什么 这美国自己本身现在就连高阶的人才 现在连找工作都越来越不容易 对 当然美国这个产业 事实上是整个来讲的话 它还是可以维持它的一个 基本的这种运作 美国事实上有些地方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糟 可是问题就是相对的之下 对于现在整个亚洲 东亚的崛起 尤其是中国大陆快速的崛起 美国有些产业 事实上是没有过去那么强的竞争力 那即使像美国一直认为 自己很一枝独秀的这个电子 电信这个产业 事实上中国大陆崛起以后 美国相对 我觉得它在整个市场 跟它的制造方面 事实上是相对的 我觉得应该算是萎缩 为什么算萎缩呢 就是说你本来占有的市场 现在中国大陆自己用自己力量填起来了 另外一方面在其他的第三市场 中美以外的市场的话 中国的产品现在慢慢站起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美国 事实上你也看不到 它很明显的衰退 很多具竞争力的产业 可是问题它的相对之下 它的整个的受到比较强劲的竞争 那美国这些MBA 用一个指标来讲 MBA大部分都是进入什么呢 进入这些财政 进入这种金融 然后进入一些大公司的行销 行销部门 那你真正要它做管理的话 事实上在很多的这些 产业界的管理来讲 就制造业管理 MBA并不是那么次项 因为你这种专业的管理 就是工厂还有这些 那属于工业工程这一块 你如果没有你很强的这些 专业的背景你也进不去 所以MBA过去它都是进入会计公司 大会计公司 或财务部门 金融业 还有一些这些行销 比较需要行销技巧的这些 零售服务业 那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随着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制造业 还有比较竞争的潜力 比较竞争性比较 还有竞争性的这些产业来讲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相对 相对中国大陆来讲 那这种一种相对的弱势 所以它对这方面的人才 事实上它的需求就是 慢慢在减少 数字是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借口的 那它提的这几个学校 都是美国顶尖的 在美国这些过去这种 经济企业最好的时候 这些毕业生还没毕业 基本上大公司有的定走 因为它这个两个指标 一个是Harvard 一个是Stanford 对 美国还有几个 就是UPEN的那个Morton 对不对 还有一个 这个Northwestern的Catlock 大概就这几个 那这两个是都是前面 第一 数一 数二 这种就业率来讲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很惨的了 这么顶尖的Business School 训练出来的这种人才 居然还有这个二十几 找不到工作 这个实在是 我对这些学校的了解 我觉得有点空前 有点空前的惨 对 好 这个我可以说明一下 因为我女儿正好在美国 对 现在 我女儿是Stanford 那她们也是一堆人没有去工作 因为好的缺都没有开 所以她宁可不毕业 对 那这个我也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女儿是 好的缺没有开 西北的 她是西北Catlock 他就是西北的Catlock 但是她在她毕业的那一年 手上就已经好几个缺了 所以后来她选择到华尔街 那一年好多了嘛 现在就不行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一些长春藤的顶级的 这些前五的名校里面 在几年前 她们是手上已经有好几个缺 而且都是好的 好的缺 都是高薪的工夫也是 都是高薪的工夫也是 她们的年薪都要13万美元以上 都有 她们一定要13万美元 然后她们那时候 到华尔街的时候 开到24万美元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竟然有25%的学生在找工作 这个就代表 她等于就是不满意了 然后围艇在那边一直找一直找 她不愿意就业 她不能够降低她的薪水 我知道了 可是她就是不满意 不满意了 所以这个就是现实面 现实面 贾丁说经济如果够好的话 高薪的工作都等着 直缺都开着的 高科技公司是在裁月 是 所以他们 可是裁的那些缺 就是她甚至把好的缺 砍掉 对 要省薪水 没错 那开的缺都是 你现在不想要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身体冻化 呼吸引 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